我们敬礼传承主师 敬礼了名和尚 敬礼撒迦真空上师 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喀玛巴 敬礼土登达吉上师 敬礼坛成三宝 敬礼今天的父母祖尊 大孔雀明王 师母 土登师弟仁波切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门 还有网络上的同盟 今天我们仪会的贵宾 行政院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秘书长 廖东州大使及夫人 朱迪师姐 台湾省政府秘书长 郑培福先生及夫人 韩悟增女士 中央研究院院士 朱时宜教授 夫人陈文文女士 台湾省政府均台湾 雁晏大使 艺末省政府秘书长 顾浩翔教授 蔡博毅教授 叶淑文教授 林秀吉教授 游江城博士 林俊安医师 林俊安医师 林俊安医师的亲人 已经帮他接引了 中委会法律顾问 罗日良律师 黄叶琴律师 世界法官功德会总会长 常人上师 台湾区法官功德会理事长 李春阳先生 沙雕艺术家 王松冠老师 高雄市 喜会议议员代表 敬宇企业公司总经理 张宜珍女士 齐品家具生活馆董事长 黄淑琪小姐 台湾电影教育协会理事长 陈怡晨先生 执行长 简静文女士 师尊 师尊大学学长 中正理工学院测量学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 沈谢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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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尊切良学院第28期 协长 黄福来先生 师尊切良学院 师尊切良学院第32期同学 朱金水先生及夫人 陈泽霞女士 台湾省测量机师工会 机师郑锦隆先生 香港杰出企业家 香港杰出企业家 纳都雷鸿毅先生及夫人 拿丁曾美亭女士 马来西亚纳都 郑锦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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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杰出企业家 张德弗先生 张德弗先生 王湖七纳 buried 江辇先生 大阎满九十第 洗金刚讲义及密宗道 赤地广论 计划 郑锦隆 佩钧师姐 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灯 节目制作人徐雅琪师姐 再附带一句 徐雅琪师姐是 今天刚好是她的生日 HAPPY BORTH DAY My sister 卢盛美女士 先有一件事情 先报告一下 这个就是昨天晚上 有一个菩萨他来 他显现一个法师的 他来的话他带着一个法师来 他推荐这个法师作为金刚阿世雷 是菩萨推荐的 这个是很少有这种现象 第一次看到有菩萨推荐的 推荐法师的 这个法师应该是属于 左营同修会的负责人 左营同修会的负责人是哪一位 以前好像是男子同修会 那个你贵姓啊 你俗姓姓什么 姓王 出家几年了 六年 那是对的 印证 这个是菩萨推荐的 好 好 请起来 那你就问一下怎么样子 做这个阿世雷灌顶 问一下 那长字上是安排一下 好 我们这个金刚上是很少是菩萨推荐 今天终于有一个菩萨推荐 有个菩萨也会推荐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这个上个礼拜不是地藏王菩萨护摩吗 地藏王菩萨护摩完以后 当天晚上很多测量学校的同学 还有这个大队长 以前我们的这个队长 肖世杰 肖世杰 这个队长 就等于那时候等于连长 还有副连长 副连长的面孔很凶恶的那一位 我忘掉他的名字 肖世杰跟面孔很凶恶的那一位 都来这个当天晚上 另外沈云海他也来 沈云海也来 他本来是基督教徒 他是基督教徒的 结果沈云海他也来 我很清楚看见的 一个是肖队长 一个是副队长 一个是沈云海 另外还有过世的几位同学都来 另外还有几位同学 也带了很多陌生的老人家来 我就是说奇怪 你们带这些人来我多不认识 那告诉我他们是谁 他们讲这个是我的爸爸 那个讲是我的妈妈 我说怎么搞的 这个测云学校的这个肖世杰 这个队长 副队长都来 还有这些同学也来 过世的都已经过世了 包括沈云海 还有他的家长都来 一大堆人把我的卧室全部做完 他问说 我问说你们来做什么 他说他们是 参加地藏王菩萨 附魔接受超度 都已经成功往生佛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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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队长是肖世杰 护队长我连他的名字都忘掉了 但是我记得他的面孔 因为他非常的凶 那个脸是很凶的 但心应该是很善 心善 面恶心善 副队长是这样子的 很凶的一个样貌 我从来没有想过他 从来没有想过 他居然也来 可见我们的这个附魔跟超度 这个所有轰动整个阴间 轰动整个阴间 这个阴界的 这个幽民界的 很多的众生都闻轰而来 我测量学校的那些 所有的同学居然都到 过世的同学居然全部都到 包括沈云海 这个是很难得 这是报告给大家听 那么今天呢 是那个孔雀明王 那么孔雀明王 他有很多的箭属都到 很多的箭属都到 包括这个 因为孔雀明王是这样子的 他是 必如遮那 大日如来 他的一个法身 因为他的孔雀如来 是带的大日如来官 大日如来的官 是属于孔雀如来的官 是必如遮那的一个法身 那么释迦摩尼佛也化身为 这个孔雀明王 他第一个 释迦摩尼佛以前当过孔雀王 孔雀的王 所以他化身成为孔雀明王 一个是阿弥陀佛 第三个是阿弥陀佛 他这是三个佛 主要的结合 主要的化身的结合 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 有化出来的鸟当中有孔雀 有孔雀 释迦摩尼佛也讲了 这个大孔雀明王经 他有一本经 叫大孔雀明王经 是释迦摩尼佛讲的 那么这个就是跟三个佛有关 就是毕如遮那 释迦摩尼佛 阿弥陀佛 所以你们今天做主体 跟这个三个佛都非常有言 就等于是一下子跟四尊有言 跟四尊结言 一个就是毕如遮那佛 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 阿弥陀佛 大孔雀明王 及他的所有的建筑 包括所有的心术 心术 二十八心术 都属于他的建筑 他的建筑很多 大孔雀明王的建筑很多 那么他唯一的 这个拿的法器 一个是白色的莲花 白莲花 白色的莲花 它是代表着息灾的 另外一个就是孔雀鱼 孔雀鱼它本身就是代表着降福的 一个叫做巨岩果 红色的代表着敬爱的 代表敬爱的巨岩果 一个黄色的 一个黄色的 吉祥果 是属于吉祥果 吉祥果是代表着这个四福的 四福的 可以习灾 那么敬爱 这个争议 降福 孔雀明王 一尊里面就代表着四个成就法 四大成就法 所以他的法力非常大 念满六十万遍的孔雀明王奏 他就有很多的这个 很多的利益 很多的好处 所以很多人讲说 念卢斯尊的咒要八百万遍 孔雀明王奏只要六十万遍 我们来念孔雀明王就好 只不过这个因言不同 孔雀明王有很多的法 以前传过的法 有所谓星光生法 有所谓祁仪法 就是要降仪 要落活的 还有直仪法 另外还有正地正法 这个是很厉害的 孔雀明王正地正法 还有真意法 还有敬爱法 敬身心法 除鬼神病法 另外还有除病的方法 鬼神病也是在他里面的管辖之内 所以有一些冲患啊 杠头啊 患音啊 都可以帮忙 这是孔雀明王最伟大的地方 那么我们以前也把这些法 都仔细地传过了 那么他的咒语就是 摩伊利加迪索哈 奥摩伊利加迪索哈 那么首印呢 也结了有两个首印 一个是外脖 一个是内脖 那么外脖的是飞翔孔雀飞翔印 孔雀飞翔印 那内脖就是平时他把乙毛收起来 那一种的首印 那大家知道的 这个孔雀明王还可以解毒 解掉所有的毒 因为孔雀明王经里面有提到 有一个比丘啊 被这个蛇咬到 被毒蛇咬到 那么阿难尊者去问 排毒 你念这个 它可以排掉这个毒 排毒 孔雀明王咒可以排毒 另外还有很多的 这个像孔雀呢 它如果吃到有毒的东西的话 它的全身会发光 而且发亮 它孔雀鱼反而更加的美 更加的美 有这个一般的孔雀 它吃到有毒的东西 它的羽毛 它的孔雀鱼 会更加的有光彩 那么我们社会上有一个现象 就是说有人吃什么 Ketamine啊 或什么东西啊 这个其实它要念这个孔雀明王咒 它可以解它的毒 孔雀明王咒 修孔雀明王法 都可以解它的毒 那我们今天再来讲 我告诉大家 再来讲密教大圆满法 这其中喔 其中的这些文 我不用再念了 有些文字 我是不用再念 但是上个礼拜讲的法非常重要 这几个礼拜讲的法都是非常重要 有关于内法的 非常的重要 像我讲的那七 那七 你做深呼吸 你做深呼吸 我们好像 常常做深呼吸 对身体有帮助 那种深呼吸啊 在密教里面称为完全呼吸 完全呼吸 就是那气 你那气 那气就是用这个方法 那气 然后焉意 就是神水法 舌头抵住上耳 或者在牙龈上面 这样转几千 就有唾液降下来 然后你把唾液 给它这个梳一下 就是梳一下 用舌头 给它梳一下它的唾液 然后再把它咽下去 这是最好的和盟 最好的和盟 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和盟 永远不会停止 我讲了一个是那气 一个是焉意 把这个唾液给它咽下去 唾液咽下去 这两个都是很好的方法 第三个讲得最重要的 就是守经 谈到守经 大家都一般来讲起来 都是像男的才守经 那女的怎么守经 女的就是把 年轻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这个夜经给它断掉了 每个月的夜经给它断掉 这是有修行的方法 那么我们也有所谓的无漏法修行 无漏法的修行 我写在洗金刚里面 依照洗金刚的方法来修无漏 这是一个方法 这个跟大家讲 有时候男士在家机士 你要叫他修无漏 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他有结婚 你要叫他修无漏 其实也可以修无漏 但是你如果不无漏 我记得以前古代的神仙像报父子 听过吗 另外这个刘海胆 听过吗 那是道家的主 他有提到过 其实所谓守经就可以藏生 守经就可以盘老盘同 盘老盘同 当然他讲的这个 一般人是没有办法去 但是他有讲说 所谓要叫所有人全部无漏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报父子有讲 他说二十几岁的 四天一漏 这是才好 修行人只要是修行人 三十几岁的六天 就是一个礼拜 三十几岁一个礼拜才好 然后呢四十几岁的半个月才好 五十几岁的 五十几岁的一个月才好 一个月才好 六十几岁以上的就不要 就不要再漏了 这是一般的在家居士修行 在家居士修行 那平时怎么办 平时你们就照着办 修行人是这样子 他讲的是这样子 他讲的是这样子 那这个守经为什么那么重要 因为你有经才会有神 你经如果没有了 我讲了一句话 以前提过一首诗啊 这没你腰间啊 挂宝剑 不展圣贤展凡夫 虽然未见陀落地啊 暗中叫你骨髓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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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首诗已经讲得很清楚 道家修行 守经第一要义 守经是最重要 那气 厌义 再来就是守经 这三者非常重要 大家要注意 那么这个修行人 如果是出家的 那一定要守 你没有修正无漏 你梦中就给你漏 满就溢啊 满自然叫做溢出来 因为你不能把这个经啊 本身给它化成气 没有着佛把经化成气 气的话它会跑到你的前身去 你前身都会有精神 你以为你身体很强壮 没有关系 你就拼命漏吧 有一天啊 这个树根啊 树根啊吸不到水 叶子就变黄 就漏 这个叶子就黄 就掉下来了 枝啊 没有水分 都断了 枯掉了 你整棵树就很快就死了 因为它没有水 其实金本身的东西啊就是水 包括你全身的水 跟荷蒙 昏迷物 包括你自己的眼睛 我们修行人要把一般的气 变成先天气 气只要进入中脉就变成先天气 为什么要叫你闭住呼吸 要叫你闭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 为什么要叫你闭 闭的话就是让你气入中脉就变成先天气 为什么叫你守经 守经就叫你变成严经 什么叫严经 就是把那个经给化成气 道家的修行就是精化气 气 气化为神 气也可以成精 精也可以成气 精气神 这个非常重要的 精化为气 气化为神 你神凌固了 就成为结圣胎 结了圣胎 这个时候你的眼神就很活泼 就能够出阳神 自然能够得道成先 道家的修行就是这样子 你精一哭了 下一个坎 就等于哭 靠 是吗 一个木一个糕 靠 靠 搞 搞啊 一個木一個高 就是寫稿的稿 OK 就枯稿 樹枯稿了 它就死了 人枯稿了 也死了 你沒有言氣 你那個言經 言氣都沒有了 就言神就不會出來 所以道家在修行 你不要看密教跟道家的內法是有些相似 言經 言氣 言神 這個就是屬於先天 我們人的弱體裡面的 現在吸進來的氣 是後天氣 你儲存的經是後天經 你所謂 目前的神器 目前的 好像是說神器 那是後天神 後天的神 是屬於行神 而不是你的言神 所以叫言氣 這個言經 言神 這三格 合起來 也可以健康長壽 另外可以成神仙 密教就是修成神仙 密教就是修成神聖 就是佛 就等於佛菩薩 這個言結神文 要修成這樣 所以千千萬萬 就不能把你的後天的經給它排光 排光的話 你忘 知情眾欲 知情眾欲 最要不得一定會完蛋 一定完蛋 有一天你年輕很快你就變老 變老了 很快的你就結束你自己的生命 所以不能這個知情眾欲 這是不可以的 所以道家的修行啊 他主重的是淡薄明智 入山閉關 絕掉你的欲望 你的欲望 包括你的舍的欲望 吃的欲望 跟這個所有的欲望 你如果懂得厭意 他就會吃得很少 而且不饑不渴 不饑不渴 懂得厭意的話 神水法你修足了 你就不饑不渴 不會容易餓 也不會容易渴 這個修行非常重要 那麼要守經呢 就是修無漏法 你的必須要把夜市給它停掉 難的就把那個經濟全部停掉 六十歲以上 最好都不要漏了 最好都不要漏了 人到了六十歲以上 就通通都不要漏了 不要漏了 不要漏的方法 八八六十四掛 就是六十四歲的時候 你不會再製造你的經了 不可能了 六十四歲以後 你的也應該是沒有 當然有特殊例外 有特殊例外的 六十四歲以後 他不再生產經 那麼六十四歲以後 也沒有來夜市了 已經都差不多自動就斷掉 自動就沒有了 那不是無漏 那是自動斷掉 因為沒有了 但是你如果懂得修無漏法了 懂得修神水法了 懂得修那個的 他還繼續生產 繼續生產 那師尊本身就是 繼續生產 世界上只有一種人 像蓮華生大士一樣 他能夠修雙生 他能夠修雙生 有幾個密教的祖師 他有修雙生 因為他們已經可以把這個 他原來的經化為器 而且讓經永遠不再露事 這一點非常重要 這一點 那麼師尊本身在年輕的時候 就學了無漏 年輕的時候就學了無漏 所以真的是 現在我不知道誰無漏 上師這麼多在這裡 上師這麼多在這裡 因為他們沒有跟我講 對不對 我也沒有問 我有問那幾個 但是都是有漏的 都是有漏的 問那幾個都是有漏的 很少說通通完全無漏的 很少有 我也坦白講 師尊年輕的時候 也消耗不少 也消耗不少 後來呢 祖師爺跟我講 你一定要修正無漏 我是憑著祖師爺教我這一句話 我就開始修 五年過後 五年 修了整整五年 我就完全無漏 就完全無漏 一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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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能夠完全無漏有什麼好處呢 它可以延延不絕的 讓你的身體的蜂蜜物一直在生產 所以你老化不會那麼快 你的老化不會那麼快 老化不會那麼快 因為就是你的荷蒙沒有了 你才老化 荷蒙還有的話就不會老化那麼快 但是這個年齡一直過去 自然還是會老化 但是呢 老化沒有那麼快 因為你的這個荷蒙 還在繼續在生產的緣故 所以師尊的眼睛啊 你看我的眼睛喔 這個小的字我都可以讀得到 這個書啊 哪這麼遠 在這方面的解釋 甚難明白說個清 透徹 若是弟子的程度不到 絕不能傳授 因為傳授了很可能適得其反 雙生法不能隨便傳授 雙生法不能隨便傳授 因為傳授了 剛好適得其反 他拿這個來忠欲 來忠欲 拿這個來知情忠欲 就違反了 除非你拿這個 你有了雙生法 把他真正在修法 真正在修行在修法 那一個人的氣會變成兩個人的氣 一個人的神會變成兩個人的神 一個人本身的經會變成兩個人的經 就很奇怪了 他因為你修了雙生以後 你反而你的經 氣 神 全部都是變成先天 怪就是在這裡 所以祂密教主師有講雙生 原因就是因為可以把氣變成先天氣 經變成嚴經 神變成嚴神 道理就在這裡 但是一個是修法 一個是忠欲 兩個情況是一樣的 兩個情況是一樣的 師尊是可行則行 不可行則止 我能夠停止也能夠行 能夠走也能夠停 也能夠完全隨心手欲 因為現在我不能自己證明自己 只有師母能證明 那師母今天剛好沒來 以後如果師母有來我請他證明 請他證明 師尊本身第一個無肉 第二個 像我來講我已經七十一 七十一 我們今天不講十七 講七十一 七十一 你看七十一 一般來講七十一 大部分的老人家都差不多了 只有特殊體質的例外 特殊體質的當然有例外 你七十一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師尊這樣子跟大家講 我有跟師母講 但是這個不好講 不好講就不要講 我以前講過 這個只要你體力夠 你就可以很長的時間 體力 用到你體力都沒有了 你的手都沒力了 腳也沒力了 這個數字沒力 視之無力 那時候才停止 那個時間要多長就多長 時間要多長就多長 所以所謂外面的那個廣告 什麼九九神功 九九神功其實變不久 什麼九九神功那個東西 那是用練的 當然也是 但是要練成無肉 我不知道是不是無肉 我不曉得 但是我知道 你無肉以後 你時間多長就多長 這是隨心所意的 這是跟大家講 你守經最重要 不要忘卸 因為你卸掉的話 你這個眼神就不會有 你的眼睛就不會有 你的眼氣也喪失掉 一切就變成會人 講一個笑話吧 今天都沒有笑了 這個是真理的四部曲 我們為了活命吃東西 又為了保命又不敢吃東西 攪手機通話會的時候 才發現自己的會畫 那麼值錢 這個有一個笑話 有一個口疾的人 就是拿著她的電話會 去跟那個電訊公司理論 他說 小 小 小、小、小小小 小小小小小小小姐 我的電 電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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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 當然電話費會很貴 那沒有問題 小手機通話費的時候才發現自己的繪畫 那麼值錢 那個叫做Super Talk Super Talk 有好多人是Super Talk 第三個真理 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 就是面對面坐著 且是各玩各的手機 然後坐在對面 各個看各的手機 真理是 婚姻是愛情的墳墓 更氣人的是 小三還要來倒墳 告訴大家 你沒有功夫 知情重義 老很快到 很早就哭搞 很早就死掉 所以 不要知情重義 淡薄 淡薄名利 淡薄一些是比較好 在東山漸漸沒了對手 有一個人 他是念武功的 決定去出遊以無會有 在華山山腳下 看見一個道官生長在幽谷之間 上面寫著華山派 他非常幸福 興奮亮出雙刀大搖大擺走進去 剛進門 很快被十幾個壯漢圍住 最後終於寡不抵重 被痛打一頓 結果連夜審訊 結果連夜審訊 這個人就哭訴說 警察大哥 我真的沒有看見華山派後面的還有幾個字 就是派出手 兩個字 華山派出手 華山派出手 所以有功夫的也不要亂玩 因為總有一天會被揍個半死 總有一天你會被揍個半死 有個阿姨看 五妹娘看多了 疑心特別大 今天早上去吃早餐買包子的時候 這位阿姨從口袋裡面掏出一根銀針扎了下去 銀針前面那一端就變黑了 她驚呼 包子有毒 是誰要害本宮 滿屋子的客人 滿屋子的客人訓間牙切無聲 這個時候老闆淡定地走向前 啪了一個巴掌 嘿 賤逼啊 這是芝麻包 不吃給我滾 看電視看太多了 用銀針去試哪個有毒 哪個沒有毒 告訴大家 最毒的就是銀 最毒的就是銀 它很容易地把你的身體全部掏光 所以記得不要知情重欲 不要知情重欲 這是很重要的事 念那一身本靈 你也不要隨便去亂砍 也不要去隨便亂砍 有一天會被人家打得七分八數 有什麼方法師尊是用什麼方法去修這個無肉呢 一般人的方法 先用轉移 轉移 你把它轉掉 你要警截啊 你要有警截 那一種很難去警截就是稍微出現一點點的熱的時候 你就是要警截了 馬上把念頭轉移到阿彌陀佛的臉上 你兩個眼睛向上看日夜朝天 看著阿彌陀佛的臉 他在西空中看你 你就把這個念頭轉移掉 等它冷下來 你可以再可以再做 也就是這一種一般人都是用這種轉移法去轉移 這是一點 但是兩個眼睛朝上看 舌頭底上耳 壓住喉結 讓氣不進不出 收縮五周 就是把你的手腳全部收緊 提氣 腹跟背 再提肛就可以把那個卡住 就是關掉那個門 這是撒加六十遍 撒加六十遍 可以卡住 把你的這個門 金門給它關起來 還有什麼功夫呢 油 提法 你一口氣 到了底下 到了這個海底輪 到了密輪 往上一提 你本來那個在佛要的那個經 就讓你提上來 這是最重要的一點 這又是一個笑話 這又是一個笑話 假你對怡尼說 我先生很驚於投資 怡尼講 我先生也是 他第一次買股票就賺大錢 而且用十萬元就賺了三百萬 現在我非常崇拜他 這個怡尼又講 他比你 另外一個你的就講 我丈夫更厲害 他才交一次人獸保險的錢 馬上就贏回來三千萬元 現在我每天都拜他 聽說中國大陸有很多小姐到台灣來 嫁給這個老蝦 就是什麼叫老蝦呢 就是老士官 老兵 然後他嫁完這個領來一個 終於領來遺產 領來遺產以後 他再嫁隔壁的那個老蝦 他領來隔壁的遺產又嫁第三個 他馬上就變成富博 然後他才可以另外再找一個年輕的再嫁 有這種事 我們以前老士官 那個老蝦啊 相親 現在兩岸都通婚嘛 就起大陸的小姐過來 很快的他馬上就報銷了 然後他就跟他的朋友又結婚了 那個朋友也很快的報銷了 然後再跟另外一個朋友結婚 那個朋友也很快就報銷了 他拿了三個人的這個人獸保險 還有很多的遺產 他再加一個年輕的 這個怎麼修啊 無漏怎麼修呢 按照師尊的無漏法好好去修 撒加六四遍 另外還有什麼 提 講 提 詞 善 你都會 什麼叫善 就是把眼睛提起來 把它善到你的前身去 到每一個毛細孔 這個叫善 這個叫善 你著火不生 著火很容易 著火生起來以後呢 你很快的把你的這個液體 就變成氣體 氣體就分散到你的前身 你成身 你成身都很壯 都很強壯 就是有這個方法 要學降 提 詞 善 要學降 提 詞 善 剛剛沒有跟大家問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忘掉了 有一天呢 老公陪老婆在客廳看宮廷記 老公很感慨 哎 要是我也能像皇上那樣 每天都翻牌睡覺 那該是多美好 老婆說 想翻牌睡覺是吧 好的 我幫你去準備 過來一會兒 老婆就拿出一堆牌子說 你翻翻吧 老公拿幾牌子一看 睡地板 睡廚房 睡沙發 睡走廊 睡浴缸 還想當皇帝 還想當皇帝 告訴大家 你協費了無肉 每天當皇帝 每天你就當皇帝 你確實有資格當皇帝 有一句話講 後宮佳麗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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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杵磨成繡花針 鐵杵磨成繡花針 你後宮佳麗三千 天天當皇帝 你協會了 這個單單一個無肉法 密教一個無肉法 你協會了 天天當皇帝 你要修真正 真實的能夠修正 你才有資格講這種話 我說房地也是快完蛋的 很容易房地很快就死 你看 那個 你到了這個 南京 南京有十三陵 是嗎 十三陵是哪一個朝代的 明朝 明朝 十三陵 十三陵是十三個房地都葬在那裡 每一個房地做多久 你算一算看看 很快的 通通都完蛋 全部躺下來躺在那裡 為什麼會很快就躺下來躺在那裡 因為後宮佳麗三千 全部躺下來躺在那裡 當不了幾年房地 你看過宿女經嗎 因為宣言是 他做房地的時候啊 腰痠背痛 去請教這個 請教宿女 所以才有宿女經 才有宿女經 你把宿女經裡面的方法稍微寫一寫 它裡面也有方法 有一些方法 也是可以 好像 就是 等於是一種的基數 宿女經等於是一種基數 你把它寫一寫的話 你還當皇帝還差不多 蓮華僧大師曾經講過一句話 聖人雙生非有 防人雙生是有 聖人雙生非空 凡人雙生是空 這裡面有意思喔 聖人雙生非有 你聖人你有無漏法的 有那個 你雙生的時候啊 那個雙生是不存在的 雙生是空 是不存在的 防人雙生是有 防人雙生啊 一般的人雙生 的確是在做雙生 聖人雙生是空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會化成光 所以沒有 這個防人雙生是有 這個聖人啊 雙生非空 為什麼會是非空呢 因為他在修法 所以非空 聖人雙生是空 非空 非空就是有啦 為什麼是有呢 因為他是在修法 是一種法 法一直在運動 一直在循環 所以是非空 防人雙生是空 因為啊 防人就是把你掏空 把你掏空 兩個全部掏空 一起死 這個聖華生大師講的話 我跟你解釋 一般人解釋不來 一般人解釋不來 好啦 這個是當皇帝 一個電漢公開了一個電漢譜 取一個高大宏偉的譜名 叫做漢武帝 電漢公他的招牌叫漢武帝 大家都誇這個鋪名取得好 電漢公也很得意 紅人就炫耀 這一天呢他去隔壁的糖果店 炫耀 結果糖果店老闆拉著 看他的糖果店的店名 叫做唐太宗 這電漢公一看 漢武帝輸給唐太宗 他前面是一個唐 唐太宗 這個店叫唐太宗 這個糖果店的老闆 又指了不遠處的高品店的店名 那個叫做漢高祖 兩個人都沉默了 這時候有一個掏糞的工人騎著拉糞車 從兩個人面前經過 兩個人仔細一看拉糞車上 沙士就非常慚愧的面紅耳赤 拉糞車上赫然寫著三個字 勤死房 勤呢就是抓到 死呢就是大便 死 勤死房 這個就是當皇帝的 這個就是當皇帝的 我念一段 以酸生法及酸生佛像來說 若明白的一說就知道 如果不明白的 人是迷之之深 請大家好好體會 蓮華生大師講的這四季話 請大家好好體會 蓮華生講的這四季話 你要成佛成仙 還是要下金剛第一 下輩子轉成畜生道或者是第一道 在你的一念之間 我這樣悲悲好嗎